哈喽 大家好 我是达拉斯范葛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 终于把房子钥匙拿到手了 今天拿到钥匙以后 开始进来收拾东西 在美国一个大公子 经过 8年抗战 终于留了自己的房子了 但是也变成了房东了 这是 这是一层的 为什么没一层的 因为在 在美国是一层的还是两层的 一层的呢 相对来说 对我来说呢 我比较喜欢一层的 因为一层的 冬天暖和夏天凉快 两层的 两层的你二楼的 特别二楼 冬天冷 夏天热 并且你那个 上面的空调和那个暖气什么的 包括这个 热水炉 都是都是得两套的 而一层的呢 需要一套就拍下 主要咱们因为还是 打工做嘛 最近还是 还是不充足 所以说就 买了一层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买了一层的 主要是他有四个卧室 正好三个孩子一个人一个 这样的一层的 有四个卧室了 并且他这个 这个 学区呢 很好 离学校很近 这样那个 小胖和妹妹上学呢 走的也就是五分钟 他学校就在这个房子后面 我说买的是学区房 我说买学区房还是比较贵的 但是为了孩子上学嘛 所以说还是买的学区房 然后呢 正好老大呢 上高中 上高中呢 这个地方呢 高中也很好 所以说我就选在这个地方 这是前面 没口有两棵大树 有两棵大树挺好的 夏天的时候可以蒸一粮 但是过一段时间我要把它修理一下 因为这个树 树太大了 太大了 下雨的时候有的地方已经扫着这个房子的屋顶了 好 没口 这个设计的还挺好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 进去 要是呢 还得随于这几个房子 这一进门口呢 这个是 一个餐厅 餐厅呢 因为它这个墙呢 常常刷的 我想再把它捆了 再给它刷一个 再刷的更 更亮一点 原来刷了一个 原来的房主的卖的时候刷了一个 但是我看它刷的不是很远的 这是 我准备今天把它刷一刷 刷一刷藏壁 买好了 切 嗨 日秀 然后呢 现在进来 这边就是 客厅了 东西都还没收拾过的 这是简单的拿下东西今天来收拾 壁炉 冬天的时候可以给大家 点火 取暖 但是一般这是一个摆设的 基本上都用不到 大部分都是用的工程 这房子的采光还挺好的 我们把它打一下 这边呢 今天这边就是厨房 乱七八糟的 刚刚今天刚搬了点东西 厨房 看 地方都乱八糟 准备 准备刷刷刷牆壁 都是什么都挺便宜的 现在有个冰箱 烤箱 烤箱 微包炉 现在是天台上 熬了点绿豆汤 烤了绿豆汤 还有 或者它这个抽烟箱呢 油烟箱是像我们国内的抽烟箱 一般美国的这个抽烟箱呢 它都是 都是只是一个本事 只是抽了还是在乌鱼去买 但是呢 这个上个房东呢 它装的是来国内的那种 那个抽烟箱 这种抽烟箱 这种抽烟箱 可以抽烟箱 这种抽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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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国内的一样的抽烟箱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豆呢 它有些是用电的 这个是用煤气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煤气的 因为多半的话煤气的 火力大一些 真好 再一点 好 我的轻易 咱们 壁橱 这个厨房和这个餐厅是通的 这边就是主卧 它这个 这个主卧和这个三个四卧都是分开的 地毯都是刚换 这是主卧 这边是主卧 这边是洗手间 一个历史的一个袜屋 这边是 浴池 一个历史 这边是一个历史的 这边是一个历史的 历史的历史的历史的历史 历史的历史的历史 你跟着这个历史的历史的历史 你跟着这个历史的历史的历史的历史 好的 我带这个是个帐篷 好的 我带这个是个帐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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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可 临着开你的房间 OK 哪是你的房间 show me come 不是 我的是在这里 你在这里 看 这是一个玩具 这一个玩具 微奇的玩具 微奇的玩具 我拿这个 你先放在这 先放在这 再玩一遍 我爸爸 我爸爸 我先放这个在我的屋里 我不要杀了 我教你 对我 我可以来 我к 我 超有个想法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